小子 你说这这 怎么会是这样啊 这好好的人说没就没了 定坤啊 就咱们家这条件 也只能给人家一点口头安慰了 帮不了什么忙 好 妈 你先别着急了 不过姐姐她好像 怎么了 好像她那个婆婆 对姐不太谅解啊 为什么 因为听说 是雨梅阿姨的病情 不可能我姐瞒着没有通知警方 非说她还是她公公的 这不可能 真是的 我知道的 你姐姐平时对这个公公婆婆 那好得不得了 多孝顺的孩子啊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行了 回头我上他们家解释解释 那你说说 林奎先生是哪位 我就是 二位警官 有什么事吗 请跟我们走一趟 为什么 我二位就犯什么罪了 林奎犯了欺诈和侵占罪 这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犯这些罪呢 这个孩子可好了 他不会犯罪的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林奎开出去的三千多万支票 全部能兑现 这两天 我们已经来找过他两次 不过都没有人在 所以我们怀疑他二位欺诈 你说 我们当然不在了 你们明明告诉我 在家里等你们 如果说我们真的犯了罪了 还老老实实在家待着等你们来抓 我早让我儿子逃了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警察同志 我们林奎是个好孩子 他不会犯罪的 你们一定是冤枉他了 肯定搞错了 他没犯罪 跟我们回去再说 王世奇也还打电话过来报案 说他亲证的公款两千万 什么 两千多万 警官 林奎是搞错了 因为那广市企业 他说警官来了对吧 对对对 这是亲戚的 你说我们怎么可能 去侵占亲戚的钱呢 搞错了搞错了 对 谁报的案啊 报案的人是林敏君 这不可能 别再拖延时间 跟我们到警察说 走 走 你不都乱管人啊 我儿子我儿子没犯罪 你们搞错了 这孩子好得很得 妈 你不是好孩子啊 你们出马了 你们好孩子 妈 少华 少华 怎么样 找到没有 没有 这孩子好得很得 你怎么这么做 你这孩子好得很不错 你别再拖延时间 我一个人去找一个人 你怎么得很久 你不得了 我说我 我去找一个人 我看你 老子 你怎么得了 来 你怎么得了 我咱们 我咱们 你怎么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厂商就告的诈骗啊 少华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我们公司的名誉 秦家 那秦湛罪又是怎么回事 秦湛说王氏企业的两千多万 全部被林坤拿走了 可是林坤他什么都不知道啊 他怎么会拿这个钱呢 你经常还说 告发这件事情的事是敏军 敏军怎么会告发自己的亲弟弟呢 我怎么知道这死丫头要干什么 好了好了 秦家墓 你别急了 如果林坤没有犯罪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还他一个清白的 谢谢 关于侵占罪 只要我们公司撤完 林坤就会没事了 只是这个诈骗罪 比较麻烦 怎么麻烦了 阿姨 如果对方告林坤恶意诈骗 而且已经定案了 就算我们把钱给他 他还是得关着 阿姨 怎么会这样的 林坤 林坤平时做什么事都归归基金 你要是判了心 以后出来有了钱客 叫他以后怎么做人呢 您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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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林坤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他 好吗 谢谢 等等 少华 你说 会不会是黄初明跟宝莲 在公司洗钱呢 妈 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 可是你说现在 哥 哥 家里还有很多事你要处理的 还是我去吧 对对对 少康 你赶紧去 看看公司少了多少钱 每个部门都要查清楚 知道吗 小姐 帮忙了 秦家母 我们家现在也够乱了 你先回去吧 林坤的事情 我们会帮你想办法的 谢谢你 少林 你送敏君妈的回去吧 好 亲家 你一定要帮忙 会的 会的 阿姨 我们回去 看见我们亲家一场 救救我儿子 会的 会的 你放心吧 走吧 救救我儿子 少华 跟我到房间来一趟 我有话跟你说 走 走